HELLO 大家早安 我今天來到了北海道第二間開的Costco 給你們看 這邊 這邊就是在 這是念什麼啊 石 石壽 石壽 石壽的Costco 對 那我們今天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我給你繞一下 等一下讓我講一下那個Taxi 我真的剛剛快氣死了你知道嗎 我們從那個Hotel那邊坐過來坐那個Taxi 然後啊 然後你們都不知道就是那個伯伯就是我一坐上那個車 那個伯伯就說我要去就是最近新開的那間Costco 然後伯伯就跟我說他不知道Costco在哪裡 然後要我幫他查地址 然後我就幫他查地址之後我報給他之後呢 他開的時候他竟然還迷路了 我真的是要瘋了 他就說他現在到底在哪裡啊這樣 然後我就看那個Taxi在哪裡的數字一直在跳 一直在跳 而且那個飯店的人跟我說兩千塊 最多兩千塊就可以到 結果其實就是我們付了兩千六百多日元以外呢 他那個 他已經將近要三千塊 因為他一直在繞路 然後最後他為什麼會到呢 是因為我 我們兩個開了我們的Google Map 然後呢 還幫他指路跟他說 哎你前面要左轉 然後後面右轉 然後再轉一轉就到了 我真的是 我氣死 我們回乘搭的計程車 我們還請他特別到SELA11停下來之後 我們買完東西才回飯店的 那個司機的費用也才兩千一百塊錢 所以真的第一個司機真的是收貴了 有點難過 謝謝你 謝謝你 反正費盡千辛萬苦 我終於到達這個新的好市桌了 讓我來看看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我這邊GoPro 8賣多少 我這邊都用廚商去算哦 但是現在日幣貶值的關係 你們來應該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買到 四萬九千八百歲入 還可以吧 我們最近買了GoPro 9 花了 五萬多 可是我感覺好像 8 因為它這個是黑白的 我覺得還是9比較好 哇感覺好棒哦 我最愛的鍋子品牌 它是 六點set 賣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八 這樣 看喔 它是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加上一個 這個加上蓋子 這樣六點set 我覺得還可以啦 它是IH跟瓦斯都可以共用的 氣炸鍋 六千一百八十 感覺好像還可以 可是我想要買菲利普的 因為感覺菲利普的比較有名 好大哦 六十五吋 不知道有沒有 啊 是Toshiba的 然後是 10KG 賣這個價錢 還可以耶 我覺得比示範的便宜很多 哈哈 定水器 這個 我之前在家裡面有用 雀巢咖啡機 咖啡機我倒是沒什麼興趣 欸 這是我那一排的咖啡機 我家裡面那一台在淨化版的吧 這跟我家那一台真的很超像 但是我不喜歡這個顏色 還是黑色的好看 但是同一個牌子的 我家那一台黑色的咖啡機也是這個牌的 我覺得這個牌的很好用 很有名的烤箱 聽說這個烤箱烤麵包超好吃 超好吃 聽我來看 他一定不會 他一定買了也不會用的 雖然也沒多少錢 但他一定不會用 你看這鐵鍋 這好小 這件很紅的掃地機器人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你們知道現在很流行 這種就是 日本現在很流行 像這樣就是一拿 就可以拿起來的吸塵器 就比daisong還熱門 是他們最近的流行 這個是這個價錢 然後呢 我們很喜歡的daisong daisong sv10 是這個價錢 還可以啦 我現在有點緩過來了 我剛剛真的有被那個 計程車司機就是 小生氣到 因為我第一次 在這邊叫計程車 然後司機不知道路 然後還要我跟他講地址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那個地址是 多少錢 這個 我怎麼知道那個地址是 就是在哪裡 而且我也念不出來 我根本就沒有去過 這件就新開了 我又不是Sapporo的人 我怎麼知道 Tosco在哪裡 他一直問我 雖然我覺得就是 那個伯伯他不知道 也不是他的錯 但是我下次就是會 直接跟那個飯店的人說 我要去哪裡 然後 請他幫我找認識路的司機 那邊 你們看看這些人有沒有很多 到處都是人喔 看不到喔 我現在繞了這麼多圈 最終我還是沒有找到咖啡豆 然後我決定再找一找 然後順便去找一下令令令令我跟他也走丟了 我傻眼 咖啡豆到底在哪裡啊 這都找不見了 可以吃喔 你不要跟我搶東西喔 我們現在去住那個Hotel很像在那個 就是很像在生存島裡面 然後從那個地方如果要出去離最近的 那個Seven 也要走20分鐘 也要走20分鐘 而且是在沒有路燈的情形下 你真的每次都很愛來看那個麵包 沒有我喜歡的那個味道 如果要買的話 我會買那個發財樹 嗯這不對 這個 這邊這個啊 這個是最好種的濾紙 而且只要放在家裡面就是 這個沙發超讚的 而且才7萬多而已 超便宜 而且它是毛毛的 台灣是好市多跟這個怎麼一樣嗎 我不知道欸 壽司不是都長這樣嗎 我是不知道價錢差多少 因為在台灣都是媽媽結帳 根本就不會看價錢 哈哈哈哈 臭的 一開始吃會覺得很臭 哪一個 那個 就是那個 吃起來就臭臭 外沒有輸的 蛤 他瘋了 他早上要一直吃這個起司 度過明天 我們車很誇張 我跟我媽說我很羨慕住在這裡 我媽就說台灣有那麼多好市多 你就硬要去國外啊你看嗎 放了會員卡去好市多多要一個小時 他就不懂 媽啊 阿布喔 對騎摩摩摩車大概10分鐘 20分鐘就到了 然後硬要來一個開車要3個小時才能到好市多的地方 我的蝦蝦 因為我們明天才要回去 然後飯店說可以把我們冰冷凍 所以呢 我們很聰明的小腦袋呢 就決定在這邊直接買保鮮盒裝裝冰冷凍 對不對 我們很聰明耶 我們超聰明的 我買超多的 因為買太多了 所以我們還買了保鮮的那個袋子 想說把它裝裝 沒關係啦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一日逛新的Costco的一個紀錄啦 如果喜歡的話呢 請在下面幫我按一個喜歡 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留言給我的話呢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這邊真的很偏僻耶 你們看那個風車 那個風車 離我好近喔 然後這邊好像是唯一間北海道有加油站的Costco 然後這邊拿來聲明 然後這邊或者說 你拍照片 我們可以拍照片 然後這邊跟我們來拍照片 影片很明顯 讚 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